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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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生在选择中介的时候也很盲目 因为留学一定是个个人规划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大的一个留学的中介 比如说有些中国的中介的做法 它是一种流水线的做法 学生来之后有一个顾问去给你咨询 完了之后接下来一个规划 再接下来一个文案 再接下来一个签证 那么就是这样想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过去的 那么就是你自己呢 他说你不用给我拿你的这个 我们全部给你包的 你的文书我们也给你包鞋 你的推荐信我们也给你包鞋 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就告诉你申请拿几个学校 你把学校告诉我 给你申请下来 你给我多少钱就行 这样的 这样的留学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失败的 所以你要是选择了这样的给你一个代理 你指示代理你到哪一个学校去的话 你留学就一定会失败的 你毕业 可能能毕业 但是你毕业 因为你没有做好规划 那么你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留学呢 能不能成功 不能成功 我觉得肯定是不能成功 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说你要找这个留学的这个公司 帮助你服务这个公司呢 它呢能够给你做下来 认认真真的跟你讨论 你的人生 你的规划 你有兴趣的事情 这样的公司才是你要选择的公司 现在我们有很多来咨询的学生啊 来我们这里咨询的时候 就是咨询他们DIY的 这个例子就是特别做 而且去了以后呢 发现自己好多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到 我只考虑到这一点 或考虑到那一点 或者考虑到就考虑不到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 有曾经来给我学过的一个 在我听我们讲座 我们讲座关于就业的 这个失败的例子 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两个人 他们当时申请的时候就是DIY嘛 他们想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想要 因为家庭条件有限 他们就想要一个全奖 而且他们学习非常优秀 中国也是有名校 成绩也非常优秀 选了一个学校的 就是他们申请到了 按照他们的愿望 他们说读博士是免费的 大家都说读美国博士是免费的 为什么美国博士是免费的呢 因为美国的学校的研究呢 就要靠博士来资助的 所以本科的学费和研究生的学费 都集中到博士这里去的 所以博士是免费的 那么他说我们博士 我们去美国留学可以免费 以前中国人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 都要拿全额奖学金去读的 那么这个学生他选了 俄亥俄州立的无计化学 他们知道俄亥俄州立 网上网谈上都有 哪个学校是能够提供奖的 哪个学校提供 俄亥俄州立是提供奖的 这个学校挺大方的 为什么挺大方 没人去读 美国人也不会去读这个专业的 所以他来这个专业 实际上干什么的 就是让给教授来做实验的 那他女儿是 他女儿的获得的这个权额是 需要给学生帮助做实验 就当辅导员 他女儿的男朋友是 什么钱都不用花 就是去那里去读就行了 自己生活费就行了 就这样的一个 去了以后呢 他们就发现以后呢 他女儿读了一年到两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就对这个专业 就简直是就 已经就是无可忍耐了 根本就不是他想要学的这个东西 也不是他想要干的事情 他到了呢 我说你来听什么 我女儿没办法 在那个小地方和我女婿呢 就结婚了 他们两个人没办法 再相互支应啊 先结婚吧 先结婚 之后呢又怎么呢 现在假如说我把这个 博士我不读了 我去别的地方去干 在美国人呢 美国的教授啊 就因为中国学生 没有钱去读博士 中途走的时候 中国的学生的博士 学位的申请的幸运 非常糟糕的 有的教授都欲哭无泪的那样的 觉得中国的学生 怎么这么残忍的 你是写的那么好的 我对你的研究 有什么什么兴趣 怎么怎么怎么来的 中途就跑了 有钱了就跑了 因为有前面的人这样的 做的这样的事情 自己也不想进入那种名列 忍耐 只有忍耐 五年毕业 毕业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说毕业呢 能找着工作吗 博士学位那么高的 谁雇你 美国人一听 你博士啊 这么高 他怎么样你啊 不要你 所以他找不着工作 他着急 他妈妈就来说 孙老师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就是DIY 因为没想清楚 都没搞清楚 什么都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没有学位证 但是他申请了 申请的时候 你没有没关系 那么他学校呢 到九月份 八月份入的学 他到九月份 他学校就让他就说 你把你的学位证拿来 因为他学位呢 是在中国出了点 考试的时候 一点小问题 没有这个学位证 没有学位证 我们建议他说 你不能去读 读这个硕士的 你必须有个学问证 你才能读硕士 他的是 我听说他们说 复印一个可以给他 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想弄一个 假的复印一个给他 这来我这里咨询的一个学生 我说这个可能 你到时候会吃亏的 他这个学生自己DIY 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果真 学校就跟他要 要求这个学位证 要求学位证他没有 没有的话 学校就收回了他的这个 收回他的这个录取 他读的这个研究生 他必须离开这个学校 学校说 我可以宽限到你 这个学期读完 那宽限到这个学期读完 那么他就要 去美国的本科要去读 那么你要去美国的本科去读 那他现在都不能回中国 他要回中国 他到大使馆去签证的话 大使馆 你要换学校要去面签的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学位证 我去让人家不要了 我再重新再找一个学校 那就觉得你是撒谎的 你是做舞弊的 那么你因为要求有学位的人 才可以申请 那么这个学生就很为难很为难 所以呢就是这个 他现在又要怎么呢 去美国 要本科呢 再读一个学位 才能去读研究生 那么最后 我们把这个讲座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我总结一下呢 有三句话 就说我们又怀着这个 去美国留学梦想的这个学生呢 我们呢一定要 早规划 早准备 就可以早获得成功 谢谢同学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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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